是的,Omicron已经入境五国 除了时刻严格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卫生部部长凯里也再次呼吁民众 踊跃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以提高对抗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 尽力防御高风险变种毒株 卫生部希望75%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的人士 都能够接种加强针 并且正在探讨是否有必要修改特定群体 完整接种疫苗的标准 卫生部也会提升推广接种疫苗的宣导力度 通过省觉运动向大众灌输注射加强针的重要性 同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让还没注射任何疫苗的人士 尤其是客工尽快接种疫苗 针对卫生部因应沙拉越州选举 拟定一套防疫规定 海里透露草拟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在敲定所有的细节之后 就会成交给选举委员会 当局也会将Omicron病例的最新情况纳入考量 收紧防疫措施 以避免周选期间爆发大规模传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